嗨 大家好 我是學長 學長上課的時候常常聽到很多學生會問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豆袋上面寫的風味描述呢 我為什麼都喝不出來 花香櫻桃藍莓芒果巧克力蜂蜜 寫的超級精彩的 但我只感覺到咖啡味啊 或是酸酸的啊 或是有點香香的 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讓學生來告訴你 那一般咖啡豆的外包裝呢 或是銷售網站上呢 會有許多風味的描述 那首先我們要先知道這個風味描述呢 第二個是從何而來 一般來說呢 風味描述有三個來源 第一個呢 是生豆商根據杯測的結果提供的 第二個呢 是烘焙師烘焙工廠 在烘焙完以後提供的 第三個是咖啡師或咖啡店 在豆子以後 充足完以後提供的 而無論是以上哪一種 大多數都會參考生豆商提供的資料 但經過了不同的烘焙師烘焙的過程 不同的咖啡師充足的過程 某一些風味呢 就變得比較不清晰 有些風味呢 變得比較顯著 但為了保留風味的完整性呢 大多數呢 還是會標示生豆商提供的完整資料 因此就會有些風味喝不太出來的問題 那這些還算是比較良性的 比較可怕的是 有些銷售人員 可能自己就 也喝不到這麼多的味道 就照操生豆商給的資料 還不斷灌注消費者 就是舌頭不好 要多練習 那這對於整個產業的發展 其實不是什麼好事 但目前其實也沒有什麼 更科學的方法 去規範風味描述的撰寫 只能把選擇權回歸到消費者身上 去購買風味描述比較真實的咖啡店 把那些不負責任店家自然退場 這恐怕的是目前市場的唯一解 那至於會不會是自己舌頭的問題呢 需要建議兩點 第一點 你用不同的水溫進行充足 比較有機會喝到比較多的特殊風味 第二點呢 就是平常吃飯的時候 多用點心 認真感受各種食物原本的味道 對咖啡風味的理解也會更好喔 以上就是今天硬派九十秒的內容 各位如果有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 學長會一一回答 如果你喜歡需要的影片 也請訂閱或按下小鈴鐺 還有更多有趣的內容喔 謝謝大家 掰掰